叶凡,为什么一天只卖食品啊? 这就叫饥饿营销 要是烂大街了,那就卖不出价格了 哦,叶凡 这个男人穿越到了古代,玩起了饥饿营销 如果是这样,这应该是饥饿营销的鼻祖了 而卖的产品是深受女性欢迎的香水 还别说,刚开张第一天就供不应求 他仿佛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他叫叶凡是一位具有高学历的天才 女友母亲生病急需用钱 就来酒吧找朋友借钱 只因多喝了几杯发生了误会 两人就扭打了起来 正在此时,一位朋友太过于热情 就用酒瓶把叶凡灌醉了 没想到就这样奇迹发生了 穿越了 啊,有流氓 有流氓 好你个臭小的 敢看女人洗澡 你再让老娘抓着 我打断你的狗腿 挂了你的双眼 赶快去给我烧水去 不然我开了你 我把你开了 我不干了 卖烧饼了 卖烧饼了 又软又香的烧饼 三分钱一个了 四分钱六十 四分钱果然都很难 叶凡 叶凡 与其说穿越 倒不如说是重返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他生活的地方 不仅有工作还有朋友 而且还具有二十一世纪的记忆 这样的穿越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就在这时 一位美女从身边路过 这让她灵机一动 仿佛嗅到了伤机 有了 烤汤 我一定能成为精灵的首富 好香啊 这是什么呀 比我的饼都香 这叫香水 是我利用蒸馏技术将花香浓塑而成 你闻闻 有些什么味道 这是玫瑰 嗯 这个是碗香玉 嗯 这个味道最大 是桃花 可以吗 不仅是香水 还有彩妆 成衣 酒楼 我一定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陛下 您累了吧 要不到前面插我歇歇 都说的是微服四方 太夫这般小心翼翼 难道是怕我看到什么 陛下明察 老臣客气奉工 一心只为辅走 绝无二心啊 哎 哎 哎 打说这东西你得赔吧 好漂亮的女人 好香的味道 老板 这是何物啊 怎么比蛮衣进贡的香料还要迷 这就不知道了吧 这是香水 是我们的独门秘方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出来 厉害吧 哎 那敢问这香 香水该如何使用啊 这香水可用于提身衣物 当然 还有另一种用法 说来听听 姑娘 可否借你的手一用 你住手 男女寿说不信 你可知他是何人 啊 竟敢如此放肆 姑娘都没说什么 真是皇帝不起 太前期 这个 不错 还有另一种用法 哎 你把你脏手拿开 父亲 每个香味各一瓶 多少银子 打碎一瓶 外加三瓶 每瓶五百两 一共两千两 两 两千两 你知道两千两是什么概念吗 鸡灵那些高门大院一年的支出赢这些钱 你是不是看着我们老师故意卖他要价啊 我这配方 可是天下独一份 幸亏你来得早 来晚了 还没有了呢 你要是行贵的话 可以不买 父亲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瞧 正好三瓶 您拿好 哎 姑娘你东西掉了 这块玉佩 怎么和我的那块那么像 多谢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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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父母留给你唯一的玉佩不见了 那个姑娘又和你有着一模一样的玉佩 是那姑娘偷了你的玉佩 那姑娘气质不凡 跟我又是初次见面 怎么可能是她呢 那你的意思是 那位姑娘和你有个一模一样的玉佩 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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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财了